當播足球快訊2022年8月7日 曼城盼駐就封攻偉跡 星期日深夜 英超新球季首輪上演壓軸好戲 屆時衛免冠軍曼城 張作客挑戰韋詩咸 曼城日前兵敗社俱盾 金像英超揭幕戰已經不容有失 而且韋詩咸近期友誼賽演出並不理想 曼城今次出精誓要帶走三分 韋詩咸素友神經都知青 他们上季英超在摩耶斯之下以两年性开局 而且每场都能攻入四个波那么多 其中前锋米茶以安东尼奥个人 就有三个波进仗 韋詩咸上季以简单直接的打法 和出色的佛球战术一度令对手非常痛苦 他们甚至还跻身至英超三甲之列 只可惜后勁不计 最终以英超第七位收官 韋詩咸今季保留大部分核心球员后 也引进了不少实力慣障 球队今季目标显然是要杀入前四的位置 不过后为拿耶夫·亚古特 同前锋基安路卡斯卡麦卡 目前因各自原因未能在首轮联赛量上 不理的是 韋詩咸在上个月展开的巡回友誼賽中表现未如理想 他们近四战一性难球之余 攻防能力亦是相当低下 四战总共只攻入三个球 但就失五个 今次面对英超最强火力的曼城 跪前被战并不理想的韦詩咸 想要力保主场不失都不是逆事 至于阵容方面 后为安祖路·奥邦拿因故无法出战 曼城日前在社区盾上 以一比三输给利物浦 从而失去了赛季首项錦标 真可为出师不利 哥迪奥拿现在是压力山大 不仅是面对英超决赛 对手利物浦先折一阵 还因为从今引进的夏兰特首演踢满全场 但效果并不理想 反而是同样新加盟的组里安艾华里斯后被上阵 为球队攻入球 挽回一些面子 不过 一场比赛绝对不可以否定 能够在德格夫封换与夏兰特的实力 他在效力多蒙特的三个赛季的89场各项赛事中 攻入了86个球 是公认当下最强的风霸之一 除此之外 曼城本身班底就高人一等 即基亚利鼠 利耶特马列斯 贝拿道斯华 同期云迪布尼等 都是上季应超夺冠的核心球员 曼城全队的总身价几乎是韦斯咸的三倍 加上曼城在对阵位斯咸方面更是信心十足 事关他们自2016年至今 总共17场各项赛事同对方交锋都有赢无数 战绩为13胜4和 当中更有接近半数场次零封对手 毫无疑问 曼城今次出征自在必得 至于阵容方面 后卫艾美力拿破迪恩商不用出战 多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记住记住要赞我们的短片 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现 呃音乐 赞 订阅 转发现